大家好,我是三喵啊 这个你看我又来到这个郑州 算是这个上一辈的这个朋友家里面 这个背景也拍了很多视频 想必朋友们也都很熟悉了嘛 这个之前Sofia还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问到说 三喵,你这个怎么最近耕的有点慢啊 那么实在抱歉 最近家世这件事情搞得是心力交瘁 这个人性之恶 这样的释放真的是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啊 那么有的时候 这样子会激起自己相当相当大的这种心理内耗 哎呀,这个 这个时候啊,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但是呢,洛阳心有路相问 就说我在写稿子,对吧 那还要写稿子 这个时候留给自己录节目的这种经历啊 时间是有的 但是经历真的是不太多 那我尽量尽量的去录 谢谢大家 那么之前还有朋友会说 三喵,你这个节目可能不连续 对,你真的是不怎么连续 因为这个 正常如果要连续的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相当相当多精力时间的投入 那么之前我也做过一个小小的预告嘛 就是说我自己会有一个这个付费课叫这个航母百年可能过两个月就会上市啊 那的确这个是连续的 那么针对那一期节目咱们来聊几句吧 那有的朋友说三喵这个当时的法国这个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说法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可能而这个国府当时还是在节节抵抗的啊 那么有朋友说三喵你这也不对吧 我觉得这个国府当时才是不太会有这种抵抗的可能性 而这个法国他是有这种能够抵抗的可能性 请注意当时我那个节目里面说的时间节点是1940年的5月底之后的法国了啊 那么当时法国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敦克尔克被德军给围起来了 那么我不知道会有没有做过这个德军闪击西欧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如果我没有做过我要做的话呢可能就是5月10日去上线 因为这个是纪念日嘛 其实当时是这个样子 法国几乎所有的这种主力部队都是在偏北线的位置朝着荷兰和比利时伸展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德军的装甲部队把他们后路切断 就算这些部队能够逃到英国 第一他们也不在法国 第二装备已经全部丢掉了 那么这些有经验的Veteran这些有经验的老兵对于法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是损失了 那么当时有魏刚将军他去组织的第二道防线魏刚防线 那么他这样的一道防线的兵力看起来是不少的 那么可能很多局外的一些朋友总会觉得啊 说这个战争我要看这个部队的数量等等 对数量固然重要 但是部队的战斗力是比数量更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别都不说你玩三国志十一那个游戏啊 对啊你那个你可以招数量很多的那个就是那种剑兵对吧 那个各个属性都是C的 你可能都打不过这个吕布几千的这种骑兵S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时法国已经没有可战之兵了 那么德国的装甲部队再冲过来 而且注意魏刚防线是仓促建设的 他既不像俄国人现在在这个哪儿 阿富迪夫卡这附近 乌克兰和俄国这么长时间拉锯战建立的防线 他甚至都不像法国的马其诺防线 德国的齐格飞防线 那是经过几年的时间 他骑马你看那个齐格飞防线 他有那种反躺和陆庄对吧 魏刚防线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一片大平原上 那么德军装甲部队横冲直撞的情况下 请问如何守得住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事情当时法国已经是丧失了彻底一战的这种可能性 那再去抵抗 那你可以真正说你再去抵抗德国 真的是增加法国人民这样的痛苦了 因为抵抗是抵抗不住的 那么现在的国府和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不是不是现在的国府 那个时候的国府和现在的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国府他的很多的部队成建制成建制的被消灭之后 但是还是能够投入很多生理军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日军侵华这个方向 从北到南变成了从东往西之后 就可以凭借着中国的地理的这种阶梯 层层抵抗 层层抵抗 它不像是法国这个大平原 一点点战略缓冲区都没有 而现在的乌克兰有一个差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从2022年之后到现在没有遭遇过成建制大规模的被歼灭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跟法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看到有的朋友留言说这个乌克兰如果这样再抵抗 只是徒增人民的痛苦 请注意乌克兰现在如果说再抵抗徒增人民的痛苦 跟那个时候法国如果再抵抗徒增人民的痛苦 其实具体的情况分析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那个时候法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去 在那次战役中战胜了 但是法国绝不投降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 如果法国绝对不可能在那次战役中战胜 那只有被当 对不对 没有戴高乐 假如说我们没有戴高乐 没有任何的类似自由法国的组织 那么法国会是什么 那可能会是像奥地利一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战后它的国际地位能是什么样呢 对不对 所以说当时法国您说啊 这个没有任何的这种力量再去抵抗下去 抵抗徒增人民的痛苦 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说乌克兰再抵抗 再去徒增人民的痛苦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那如果不抵抗 难道民众就不痛苦了吗 不抵抗 想再多几个不查吗 想再多几个这种俄国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哎呀 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悲剧 这点我们必须承认 乌克兰的悲剧在于 不管他离上帝远不远 他离俄罗斯太近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悲剧之下 反正就是我们是局外人 至少我是一个局外人嘛 可能听这个节目的您啊 大概率也是个局外人 就是说什么都比这个决策者做决策要轻松很多 您要明白啊 如果抵抗 那会有很多的牺牲 那不抵抗 也会有很多牺牲的情况下 那该如何去抉择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当时的国府不能够去预测几年之后日本去偷袭珍珠港 那现在的乌克兰能不能去预测这个俄罗斯几年之后会发生内乱什么的 这个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不抵抗 肉眼可见的 那么遭受到的这种灾祸 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时为戒 当时东欧那些国家被俄罗斯给霍霍成什么样 被苏联给霍霍成什么样了 对不对 卡厅 咱们就不多讲了吧 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还有朋友会说 这个汪主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格 那么他说过说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是不能够战胜的 那么不如蒋委员长去加入同盟国 我加入轴心国两边压保 这样一方赢中国总会赢 哎呦这个说法啊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 那么首先这个说法啊 极大概率是他在事后这样的一个托词 就是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人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来 汪精卫汪兆明 他是一个雄辩家 Iloquent 非常非常的雄辩的一个人 雄辩家的一个特点在于什么呢 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曲的说成直的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这种雄辩家找的道理 如果我们承认 雄辩家的人格 并不会比普通人高太多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明白啊 那么很多人他事后找的道理 是在给他已经做的事情 做开拓 如果啊 这个汪兆明 他真的是 一开始就报定了 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在1931年之后 1935年 他就公开这么说 这样执行合一 然后他就公开的 我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样子 那我就不妨跟日本合作去 但是他是当时秘密的去 怎么去做的 其实人啊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 人总是会为自己做的 可能是很混蛋 可能是不理事 或者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找一个看似高大上的 推脱的理由 对吧 那这个如果您后世看历史的话 您会觉得 哎呦 他的这个理由非常好啊 他这个理由非常正当啊 等等等等 那么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点 就是他是事后 在给自己的事情 去找理由 这样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 经历过太多太多太多了 对不对 我就不说我小时候的事情了 你看那个中国古代 那所谓的传统文化里面 你要说儒家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个听起来好像没毛病吧 但是为什么到执行的时候 就执行成了那个样子 某一个解释 你可以认为是儒家是被曲解了 那这个曲解的过程 又何尝不是说后人卑鄙龌龊之人 拿着儒家的一些东西 来给自己去张目呢 对不对 那么汪兆明 汪先生吧 对吧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他真的是救国的英雄 或者怎么怎么着 那他的作为 到底是不是事后 在为自己的这个行为 去找理由 对不对 这个很多人总会觉得 这个事后找的理由 尤其是这种雄辩家的这种理由 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汪兆明先生 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之前节目里面提过 他很多事情 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个国民党内部 哎呀 我是德高望重的 我干不过委员长 我气啊 我要借助外部的势力去 壮大自己 去跟委员长去斗 所以你看1927年的时候啊 哎呀1927年你看那个4月份 委员长清党 汪兴卫啊 7月份 他才去做类似的事情 然后宁汉和 这三个月他在干什么 他想去联合啊 这个communist 去跟蒋委员长去 讨价还价 对不对 他本质上是一个想去 在国府内部啊 这个自以为非常声望 很高的一个人 但是干不过这个委员长 然后就想去借助外部力量 那既然外部力量 communist 是外部力量 那日本人为什么不是 外部力量呢 然后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啊 您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君为其义 我为其难 为了中华民国 我万死不辞 对吧 你包括那个 他的这个政府里面的 陈公伯吧 在临行之前还写过 这个和平建国运动纲要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东西 您您倒是说说啊 那个政府里面有多少人 是抱着什么 君为其义 我为其难 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实际上本不过是 事后给自己的理由 一点着补 对吧 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那么以我个人之间 要特别特别注意去 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事后说的这些理由 到底有几分可信 那个理由 是不是他真实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对不对 很可能不是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自己的 您可以说是浅薄之鉴啊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 我没有去参透这个汪先生的苦心 但是我想这个世上能够参透他苦心的这个人 大约的确不是很多 而且这个事后去找补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都不要说事后找补了 事先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去掩盖自己 见不得人的这些内心的这种人 何其多也 您又怎么能保证汪先生 不是其中之一呢 那么当时 没有想到这个节目 后面啊 有那么多 这个评论 那么就算是 针对这些评论 做一个小小的回复啊 这个人在外地 嗓子也不好 我最近肺上也生毛病啊 这个录节目可能质量不好 大家多有担待 这里三秒 谢谢大家 行 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